除了成为营之外 大家还有一个人也很希望能够赶快看他回到球场上来表现的那就是林书豪 不过林书豪现在人还在台湾 进行他的篮球训练营 这第二天他亲自上场跟小球员对打 又是灌篮又是盖火锅 让全场是尖叫连连 而林书豪呢也不时地用简单的中文教球 最后还跟小朋友一起坐在地上聊天 甚至捉弄起这些小球员 相当的俏皮 又是灌篮又是盖火锅 林书豪在篮球训练营第二天 最后的全场对抗赛 跟好友David Lee组成明星队大展球季 而林书豪的妈妈吴信信 没有帮自己的儿子加油 反而是小球员进球时 吴信信大力鼓掌 而过程中林书豪相当有耐心 除了亲自示范 也不时用简单的中文教导小朋友 看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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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剪刀足球布 不过严肃的教练也有顽皮的时候 林书豪除了亲切的坐在地上 跟小球员围成一圈聊天 还趁机偷偷点了小朋友的肩膀 接着装作不知道看球 逗得小朋友狂找凶手 而林书豪也很随性的 直接在现场换起鞋子 也顺便让他的脚丫子透透气 过程当中 林书豪突然来个大放送 把四颗签名球 丢向二楼的观众区 最后还要小朋友下楼 跟他们give me five 小球迷嗨翻了 最后的结业是 林书豪亲自颁发结业证书 还选了几个表现优异的小朋友 给他们签名照 也期许他们的球技 能够更加精进 All you guys are working hard for two days give yourself a round of applause 一电视黄英文 杨子红 SNG小组台北报道